哈喽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 两到三个礼拜 那不管你是新朋友 或者是老朋友 都非常感谢你来到我的频道 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愿意的话 也可以帮我按一个喜欢 分享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收看我的广告 都是最直接 能够支持我的一个方式 那如果你想了解 第一手最新的消息 我会非常推荐你 来追踪我的IG 收听我的广播 订阅我的电子道 如果你是想要询问 有关于天使传讯 心灵咨询服务 或者是想要支持 我的香氛品牌 订购大天神 人家蜡烛的朋友们 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都有详细的连结跟说明哦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 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决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 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 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 具细迷移 去形容到 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地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 不是一个会按照 排阵跟排域 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 其中的内容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在影片下方打开字幕 如果你觉得我的语速过快 可以到下方进行一个调整 那如果你觉得 我声音太吵声 请你戴上耳机来收听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一起 进入到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 各位摩羯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e 今天这个影片 是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的 说明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呢 一样我们会先进入 这个开场讯息 然后再来跟大家详细 解释这一次的 这个状况 好吗 好 首先呢 摩羯座的朋友们 我感觉 这这两周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到一个意象是剪刀 OK 这个剪刀可能有很多种含义 譬如说 你最近刚好 在跟别人做一个切割 可能一刀两段 类似像这样 或者是你最近 能够买新的剪刀 或者是你最近 在使用这种刀具的东西 要特别小心 好吗 提供给你做个参考 OK 好 那第二个呢 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 的参考讯息是 我感觉你们某部分 最近好像会去 小赌遗情 好不好 比如说 打打麻将啊 或刚刚好 很久没去赌场啊 就去那个 Las Vegas 小赌一把 历次想这样子 OK 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 好 然后呢 而且他们说 你们 你不错 偏财员不错 可能会小赢点钱 像买乐透也是 对对 OK 好 可能会小赢一点点 小小的奖金 这样 OK 好 那第三个呢 要给摩羯座的朋友们 的参考讯息是 这两周呢 我感觉呢 你好像很容易经常看到 羽毛 或者是 你的服装或饰品 是有这种 羽毛装饰的存在 反正你最近 好像对于这种羽毛的 这种东西或象征的 这种饰品也好 也可以 好吧 比如说羽毛的发夹啦 或者是 比如说 你的衣服边缘 有香 那个小小的羽毛 很浪漫啦 都会的 这一阵子呢 我感觉 好像出现这样的意象的时候 你心情特别好 好不好 所以呢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下 好啦 OK 好 好嘞 我们就准备呢 来进入这个摩羯座 这两周的双中能量浴室 排卡解读 那请稍等我 出了一点时间 我来把这个呢 帮你排好一下 好吗 好的 不好意思 现在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 我是一个直读正位 排卡的人 来 这两周 你的挑战排卡是 钱币骑士 那这三组能量排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钱币国王 OK 来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 给这个摩羯座的朋友们 摩羯座的朋友们 我会非常建议 如果你有感觉你想去看 促女座 或者是 牡羊座 我觉得你可以去参考看看 因为你们三个人的能量场 是蛮接近的 OK 好 这是给小众的朋友们 做一个参考 如果你觉得你有需要 你就去看 OK 你觉得没有需要 不需要去 OK 好 请稍等我一下 这样让我感受一下 你的能量场 嘿 好 我个人觉得摩羯座的朋友们 我最近其实你的状况还不错 只是可能会遇到需要抉择 但是不是两难的那一种 OK 是那种 可能有一些事情需要你选择或决定 但不是那种困难的 来找你的应该是一个好的选项 可是呢 我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我解释给你听 好不好 来 这个是钱币骑士 是你的这个挑战牌卡 我把它放在现阶段能量场 因为它是互相对应 等一下跟你做个解释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是力量牌卡 钱币3 还有这个世界牌 我感觉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正在创造你自己的世界 而且你花了很大的力气 使劲 要朝向这个新的方向前进 比如说离开了旧东家 要去一个新的公司发展 离开了一段练期 好不容易把自己修复 回复到单身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或者是比如说 现在你觉得说 我离开了 比如说 我觉得我举那两个力够了 他们说叫我不要举那么多例子 好对不起 反正就是类似像这样 身份转换 环境转换 或者是你要创造一个新的方向 或者是理想目标都可以 就是你想要打开这个新的篇章 而且你是使劲的在打开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这个新的开始 对你来讲是一个蛮好的兆头 然后我个人会觉得 你要往的这个新的方向 不管是什么样的状况 你都是希望它可以开花结果的 或者是你 我也可以感觉到 你这个能量长有点像是 你对这个是充满期待的 所以我觉得你有点像是说 你在脑袋里面思考很久 或者是在疗愈很久 或者是计划很久 我觉得终于你拿出你的力量去创造了这个属于你的新世界 OK 这过去的状况 我觉得很简单 你的能量场其实很干净的 等一下你就会仔细看 我解释你就懂了 那来到现阶段能量场 你抽到的是圣杯舞 抽到的是宝剑骑士 抽到的是恋人牌卡 这三张牌卡放在一起 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 可能刚好会有一个蛮适合你的机会 或者是人家看见你 你就是那个他却贫重选的人 或者是人家会觉得 你是一个很好的对象 很好的合作伙伴 或者是什么 反正你在别人眼中是一块宝就对了 OK 你会突然发现可能有一些机会 会自己莫名其妙向你靠近 或者是刚好就有那种天上掉下的礼物 OK 可是却是因为这样子 反而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攻起了你的隐忧 好吧 因为这个圣杯舞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人朝向你冲过来 而且是快很准的 他想要跟你创造像恋人般的这个感觉 那上面这边是有一个天使的 OK 我个人会感觉 其实这个来到你的机会 我感觉是蛮属于你的 就是你有实力去承接也好 你值得也好 或者是这个就是老天爷要给你的礼物也好 我觉得这个突如其来冲过来 这个前臂期 不是前臂期 保健骑士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 这张牌卡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冲着你来的 OK 而且我个人会觉得 对方条件不差 提出的条件也不错 或者是要跟你合作的这个契机 刚好都在这种 很好的这种时间安排里面 OK 可是因为是这样 就引发了你这个圣杯舞 我刚刚讲的 哎呀 过去可能有点失败 哎呀 过去我也以为这个人会跟我很好 哎呀 我以前也觉得我那个投资会得利 结果到最后还不是没有 对吧 少云 摩羯做的朋友们 你们那个影片刚刚断掉了 不用担心 我马上就有发现了 OK 所以我刚刚会跟你讲说 这个人啊 他是冲着你来的 他就是要跟你成为一段恋人的 比如说跟你合作啦 然后跟你交朋友啦 想要追求你啦 或者是这个机会就送上门啦 要跟你谈这个企划合约 就是这样 这个人就是冲着你来的 我觉得他的目标 很明确 就是你 OK 那这个是我刚刚说的 这个构旗的引诱 因为其实啊 我个人会觉得 你会觉得这是好的 可是 不管是过去的因应也好啦 或伤害也好 或者是过去失败也好 都可以随便看 你要怎么填充你的状况 你就会在想 这次真的会变成 这个圣悲恶吗 会不会到最后 是这个悲惨的权局 或者是过去 这种不好的经验 这样OK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你的挑战牌卡 是这个钱币事者 但是钱币事者 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你呢 在过去已经有这些经验了 或者是有这些经历了 所以这一次呢 当这个人 是这样冲着你过来 就是好像没什么太大的犹豫 就是说就你啦 就像皮卡丘一样 就是你啊 他就挑了你 所以这个是你的挑战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像这个钱币骑士一样 你看哦 这个人很奇妙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两个人 完全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这个人是杀啊 冲过去啊 他的剑都拿起来的 这个人是把钱币拿在胸口 然后把他的马勒着 你看他的马 前脚是没有起来 这个人是冲着你过去了 OK 所以我感觉你的挑战牌卡 就是有点像说 哇 这种有这么好的机会 哇 这种有这么好的对象 哇 这种有这么好的条件 OK 拜托你冷静一下 你不要像他一样这样 砰 然后就跟着冲出去一样 OK 你的挑战牌卡 之所以为什么会在这边 就是叫你停一下下 你可以试着去 比如说认识这个人 谈一下合作 或者是了解一下 他提的条件 但是按部就班 慢慢来 因为我感觉你的挑战牌卡 就是啊 你会觉得说 好不容易就这样子 我以前就这样子 那我就一举拿下吧 当然可以 这值得你 这个人就是冲着你来 你当然可以拿下 可是请你慢慢来 这张牌卡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要悬崖勒马 OK 你不要就是让你的马冲出去了 OK 原因是因为呢 路遥知马力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张牌卡给我一个感觉 路遥知马力 因为呢 我感觉在未来真的那样长 我解释给你听就懂了 你这边抽到的是塔牌 抽到的是钱币 抽到的是圣贝尔 你知道吗 OK 为什么请你路遥知马力 稍微半一下下的原因 就是因为呢 我感觉 你对于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你要拉长一点时间 OK 让他等也没有关系 但是不是说你叫他等三十年 又不是那个苦手含鸟 生十年 不用这样子 你可能会说 我觉得你提依不错 我觉得你合作也不错 我觉得我也蛮喜欢你的 那我们先约会看看吧 我们先聊看看吧 我们先了解彼此 能不能互相资源 到底适不适合 契不契合 这样子 OK 原因是因为 你一步一步慢慢来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我感觉哈 你们才会真正来到这个 你在找的这个 一直在找的这个圣贝尔 OK 而且你去想哦 你这个是不是钱币一 对吧 你呢 是拿着这个钱币 这就是你的挑战 你要能够去看到对方 是真的 给你实实在在的这个圣贝尔 跟这个钱币一 那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挑战 是钱币国王 OK 所以呢 我必须要告诉你哦 这个东西是会走得蛮不错的 还蛮顺的 这机会也很好的 但是呢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边会有一张塔牌 这个塔牌的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要看清楚 过去造成你的阴影 跟经验 或经历的那个幻想 你一定要把它移除 OK 这个塔牌给我的感觉 不是说什么 你世界会天崩地裂 不是的 这个是一个皇冠 他们要叫你 把旧的脑袋拿掉 所以老天爷会 打一个天打雷劈 把你这个旧的脑袋 撕回去把它拔掉了 这个人 这个状况 这个机会 不是你想那样 睁大眼睛 用一点时间去观察它 OK 所以他们说呢 如果最近 因为我感觉 你 这两三周的这个能量场 我个人是觉得 蛮多人都蛮喜欢你的 就是想要跟你合作 想要跟你机会 想要干嘛 你一定要从中胜选 OK 甚至设一点条件 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时候 你才能够看得出来 谁是真的要来 找你合作 谁是真的有这个本事 谁真的有这个实力 谁是真心在乎你的 所以我才会告诉你 这个路遥之马力 你要等等 OK 不要急着 第一个人来了 你就答应他了 后面还有四五六七八呢 对不对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你的挑战 是要选哪一根马 停下来 OK 你才能够真正找到 要来跟你 这个拿这个交杯酒 这个圣杯尔 跟这个钱币一 而且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最后你精挑性选的 那一个人呢 会是一个蛮不错的对象 很好的合作伙伴 甚至很好的机会 跟契机哦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验证牌卡 那验证牌卡 由于这一次 比较特别一点点 他们有特别指引我 就是这一次的验证牌卡 每个新数都不一样 来到牌卡 OK 好 OK 他们说三张就可以了 OK 来吧 好 接下来 他们说抽这一副牌卡 然后再抽另外一副就可以了 OK 好 摩羯座品 稍等我一下 好 我们再抽这个 这边还有一张 让我来瞧瞧 OK OK 好 就这样 他们说就这样 来来来 我们一一来为你解答 好 我来看一下 你抽到什么牌卡呢 来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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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你还兴奋的 摩羯座我朋友 来 你来 你给我来来来 太好笑 你自己看 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 man还乐 不要担心 don't worry OK 来 你看 这个啊 为什么会跟你讲啊 你很难决定 开始选择 不是因为 遇到一个不好的 脏东西 不是哦 你看 你遇到的是什么 来找你的圣碑二 真心想要来找你的圣碑二 你千千万万不要被这个 就是你应该要抛弃的这个思维经验 或害怕恐惧 你一定要把他丢掉 这个人啊 就是扎扎实实的来找你的 请问你有三张一模一样的牌卡 我应该不用跟你解释吧 这个你自己解就可以了 OK 而且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会说这个人很不错哦 或这个对象或这个条件或这个机会很不错哦 你看哦 你还抽到太阳牌卡 这个人这个机会 这个改变会为你带来非常非常多富足开心跟快乐的 非常好的 period 没什么好讲的 就是这样 OK 那这个圣碑国王呢 是要告诉你 这个人啊 不仅会给你这个钱币国王 很扎实 很实质的这些条件啊 物质啊 或者是这些方向啊 他还会给你满满充沛的爱 所以他是在精神上面也不吝啬 在物质生活也不吝啬哦 他会说来吧 我们来谈条件 啊怎么样 投资一千万事啊 可以的 没有问题 兄弟 你还我帮你什么 哎 比如说 这个周末怎样 很忙是不是 你要搬家 来来来 我去帮你 对不对 你需要什么资源 没关系 我帮你去瞧一下这个人脉 这个人啊 是精神物质都不吝啬哦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对象 可能好到你 就是为什么 你会觉得 有点好了过了头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才会告诉你 走 慢慢走 慢慢走 你一定要去看他 你一定要去观察他 但是我会跟你讲一下 这个人刚开始 你可能会有点误判 这边有一个小众的讯息 就是我刚拿起这个牌卡的时候 我会觉得你可能会有点小小的误判 误判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呢 是一个保健骑士嘛 对不对 那你是一个钱币骑士 你们两个的tempo有点不一样 比如说这个人 就是快狠准 急进风 那你是一个慢狼中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人好像强迫我做这个 这个人一直要我给他答案 这个人一直怎么样 你可以去跟他商量的 我刚刚有跟你讲吗 你可以设一点门槛 设一点条件 你可以跟他商量的 日久见人心 路遥知马力 我刚刚不是跟你讲了吗 这个呢 你才能够去确保 你没有误判 不会错失这个机会 因为我感觉这个人 他跟你的步调 跟个性 可能有点不一样 所以你可能在一开始会误判 OK 这个是你要特别 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来 接下来呢 你抽到什么 我看 到底是怎样 是这样吗 这是这样 不好意思 这是新的牌卡 所以我没有用过 OK 好 来 我看一下 这个是 我看一下 OK 来 你看 这个我跟你讲 这是一个磁铁 然后呢 上杯是满满的爱 你看 你有没有看到 OK 他们呢 要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这个呢 是指说 当你遇到这个相关状况人事务的时候 他说实在 他为什么冲着你来 他是被你吸引而来的 所以这边是有一个磁铁的 他想跟你合作的 所以上面有三个圣杯 三个圣杯 像你看你刚刚有两个 你刚刚有三张验证牌卡 圣杯有了 所以来到这边呢 其实他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验证牌卡就是要告诉你 是你吸引这个机会的 是你吸引这个合作的 是你吸引这个对象的 OK 因为你现在已经 我刚刚有讲嘛 前面你花了好大一番功夫 终于要开窗一个新的世界 所以这个人是因为 你付出努力的这些东西 所以老天宇宇宙 把他送过来的 你是自己吸引而来的 他不是那种 怎么讲 狠独无上遇到的 OK 这个是我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感觉 这个对象是蛮好的 这个合作机会是很可以 因为你一直就是想要这样子的 对象或条件的 OK 那这张牌坦证牌 命中注定 这个呢 就是我跟你讲的 你势必得要去 走上这个注定的这条道路的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啊 你这边之所以 为什么花这么多利息 在处理这些事情 都遇到这个相关状况人数啊 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命中注定 因为我感觉 这边有一个讯息 是额外的讯息 你这边如果不使劲啊 不大费周章 把这些事情处理好的话 我告诉你 这条路 它会让你走上去 还是会 但就会比较拖比较久 你会比较晚才会上去 OK 所以因为你这边处理好了 自然而然 这些机会 这些人脉 这些条件就会出现了 那最后一张牌塔是要告诉你 你看你看 我刚刚是有跟你讲 来到这边 花费很大 一番地气 你自己个人 对于你自己的爱 自己的尊重 自己的价值 在哪里 这些就是帮你吸引 我全身挤击击给他 这些人就是帮你吸引这些丰盛 吸引这么好的一个状况 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所以这一块前置 也很重要的 摩基座的朋友们 OK 所以你现在 如果还走得有点慢 没有关系 你耐心一点 先把这里处理好 后面自然就会来 为什么会有一个磁铁 叫性力法则 就是这样子的 你会吸引到 如你所示的东西 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 而不是你想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很重要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最后两张牌卡 你 我会做的朋友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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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跟你讲了 这张牌卡叫Protection 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太担心 在这个路上过程当中 该是你的 不会跑的 这些东西会帮你守得好好的 但是我们在等你把这边处理好 这就是宇宙要告诉你的话 我们在保护你 现在你可能看不到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 我现在给你 你会把这个机会弄丢的 最重要的是你注意看 来你看 我跟你讲了 非常丰盛的成功跟机会 或者是这些胜利都会来了 你看你这两张牌卡 是互相验证的 OK 所以当你自己了解你自己的价值 你会自己爱你自己 你知道你自己的 这个自我尊重在哪里的时候 你看连这只猪猪都是从这个钱笔跑出来的 哈哈哈哈 你们知道吗 猪猪就是纯钱筒嘛 对不对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这牌卡很好的 一开始我在读你的能量场所 我会觉得你有一点难以抉择 不是那种不好的难以抉择 就是这样 太好了 你要怎么抉择 你知道吗 好到你自己有点害怕 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抉择 OK 所以摩西松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接下来这两三个礼拜 很精彩的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先把这里处理好 把自己准备起来 你才有能力去接受宇宙给你的这个将来 以上就是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